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像往常一样 希望大家把这个牵道先打在屏幕上 好的 那之前有跟大家就是出过一期赛博朋克风的调色的教程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其实这个风格太强烈 它并不适用于很多场景的一个调色 只是说可能想做一些个性化比较特别处理的时候 用你两个这样的视频片段在里面 那经过那期视频之后 其实大家反响还不错 那有人给我就是留言或者是评论区有说 想知道这个关于黑金风的这个调整风格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关于黑金风的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小样片 这是两个视频片的关于黑金 belie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可能这个风格更适用于大多数人就是拍的夜拍视频上面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进光闪闪的这样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去做呢 那同样我也还是有一个录屏让大家去跟着去操作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那同样关于黑金风的这个调整之后 就是你在我的这个视频简介里面打开 同样可以去下载这个预调色包里 直接放到你的这个Premiere Pro里面直接套用就可以 那当然你要自己调整也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那还是使用这个调整涂层 那我们还是使用这个色相与色相去做一个调整 首先选择蓝色的部分 那蓝色的这个颜色我们尽量把它调整成黄色的这样一个感觉 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选择红色的部分 同样也是把它调整到黄色 那接下来就看到还有紫色的部分 我们也把它做一个替换 那大家看到这些颜色 我们把它做处理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那就是关于这个饱和度 我们尽量把饱和度稍微降低一点点 然后大家点击蓝色曲线 可以把整体的这个色调朝黄色上去靠一点 好的 之后那基础颜色调整的话 我们把这个色温稍微调暖一些 在8.9的样子 然后曝光度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提亮一点点 大概在0.7 然后接下来比如说这个对比度 高光阴影白色或者黑色 这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数值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一些数值 并不是每个人调整出来都要一模一样 把阴影的部分稍微加高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阴影部分的细节 白色可以高一点 可以稍微在白色部分变亮一些 黑金风 那我们把黑色的部分稍微强调一下 保和度我们再降低一点点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色轮里边 那我们把阴影的部分先做一个调整 阴影的部分稍微偏蓝那么一点 稍微有一点电影化的这种风格在里边 中间色调我们稍微要调暖一点 那这样的话可以给到这个黑金风比较突出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把中间色调往蓝色或往这个红色上去走一些 红色和黄色之间橘色吧应该是这样 好的 然后高光部分的话我们也同样把暖色调强调一下 好的 大家可以看现在有一点那个感觉了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进入到这个效果器里面 去寻找一个叫做VR发光的这样一个效果器 那首先VR发光的话 你可以选择发光部分的这个颜色 它不一定是发白光 我们把它调整成发橘色的光 可能这样会更有那个感觉 然后发光的这个饱和度 我们提高一些 大概在7吧 然后我们把发光预值降低大概在0.25 你会看到一个很强的发散效果 然后我们把发光亮度降低 大概在0.15 有点太弱了 这样升高一点 0.3 OK那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那这个颜色饱和度太高了 这个发光 我们稍微低一点在5的样子 那这样看下来的话 这个黑金效果基本上就这样达成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后的对比 那经过这一期这个视频调色的这个教程的话 希望你就觉得有一些帮助吧 那关于黑金风的这个调整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基本上的这些原理调整原理 都是和那个赛博朋克风差不多 都是通过这个色相去做一些处理 那其实步骤也不是很繁琐 那希望大家就可以下去之后就多多练习 那期待你的作品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